之前啊,我们首先呢先是通过绝对巨星再来一起详细的了解一下梅西的故事,一起看大屏幕 这是2007年3月11日的诺坎普球场 这一天,七家历史上第150次国家德比在这里打响 巴塞罗那主场迎战皇家马德里 年仅19岁的梅西在本场比赛中首发登场 他也成为了在诺坎普的这个夜空当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 比赛第11分钟,在0比1落后的情况下 梅西为巴塞罗那第一次将比分翻平 同时也向全场宣告在这个夜晚当中演出开始了 比赛进行到第28分钟 在巴塞1比2再度落后的情况下 又是梅西利用左脚射门将比分翻成了2比2 巴塞的三叉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但是显然这个夜晚的主角只有一个 比赛的第91分钟 2比3落后的巴塞 还是凭借梅西的进球将全场比赛的比分锁定为3比3 这场比赛是梅西第一次在职业生涯中上演冒的戏法 而这场比赛也毫无疑问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之战 赛后原本挑剔的西北亚媒体纷纷打出了完美的10分赠予梅西 而梅西亲吻巴塞对会的镜头更是令人难忘 的确在他不偿的足球岁月当中 红蓝双色几乎是他唯一的颜色 梅西与红蓝剑条山结缘始于2000年 当时年仅13岁的他从阿根廷的纽维尔老火机队来到巴塞罗那视讯 刚刚到来的梅西身高只有一米四 不过仅仅十几天的时间 视讯中的梅西就征服了这座百年的豪门 一举加入了巴塞少年队 随后他的攀升速度惊人 在15岁时进入了巴塞B队 而在二线队的比赛当中 梅西参赛31场攻入38例进球 平均每场超过一球的进球率 很快博得了巴塞一线队主教练 李杰卡尔德的关注 梅西这个在小时候由于身材太矮 而几乎提前终结足球生涯的少年 没有想到却比当年他的小伙伴们得到了更早实现梦想的机会 2004年 梅西第一次被巴塞罗那调入一线队 不过在赛季前的合影当中 他还只能挤在角落里略带腼腆像个孩子 2004年10月 梅西在同西埃亚人队的比赛中 首次代表巴塞一线队出场 当时他年仅17岁三个月零二十三天 2005年5月1日 在巴塞主场对阿尔瓦赛特队的比赛中 梅西在第83分钟替补埃托奥登场 几分钟过后 他接到罗纳尔迪尼奥的妙传 一脚精妙的挑射 将球送过了对方门将的头顶 这是梅西代表巴塞罗那的第一个联赛入球 当时年仅17岁 十个月零七天 成为了巴塞历史上最年轻的联赛进球者 04到05赛季 梅西出场七次攻入一球 在诺堪普球场 他开始崭露头角 从红蓝剑条山起步 从蓝白剑条山走向世界 这便是梅西的足球轨迹 2005年的夏天 梅西随阿根廷队到荷兰参加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 第二场对埃及队的比赛 梅西的第一次首发便为球队打入了关键入球 身披18号战袍的梅西在随后的比赛中 成为了阿根廷队当仁不让的主角 在淘汰赛中 凭借梅西的关键入球 阿根廷队接连淘汰了哥伦比亚队 西班牙队和巴西队 顺利挺进决赛 其中对巴西比赛中 这脚寂静四座的世界波震撼全场 在决赛中又是凭借梅西的两个点球 阿根廷队战胜尼利亚队 成为了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的冠军 凭借着六个进球和出色的表现 梅西包揽了本届杯赛的金球奖和金靴奖 而在阿根廷队顺利捧胚之后 梅西甚至接到了球王马拉多纳的电话祝贺 而当年的球王也正是通过世青赛开始征服世界 带着世青赛冠军的荣誉 重归诺堪普球场 梅西自然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在主角内里杰卡尔德的眼中 梅西天生被大场面而生 李杰卡尔德曾经说过 他在球场上的感觉实在太棒了 每当我们需要他的时候 他总能及时出现在那个位置上 并且实时被我们带来惊喜 这就是梅西 年仅18岁的梅西 他在05-06赛季当中 已经获得了更多的出场机会 这个赛季当中 他共为巴子罗纳在联赛中出场17次 有六个精彩的入球 而巴子罗纳因为梅西的一飞冲天 而诞生了新的进攻组合 罗纳尔迪尼奥 埃托尔 梅西 这个被称作三叉戟的进攻组合 正是从05-06赛季开始征服西甲 小精灵 大场面 这便是诺堪普球场的全新偶像 三叉戟的拥抱 进球后的贺彩 也成为了诺堪普球场的固定风景 2005年11月 梅西获得了由意大利都灵体育报颁发的欧洲金铜奖 这是对年轻球员所颁发的最权威的奖项 这真是梦幻的一年 梅西是这样评价自己的05-06赛季 赛季末 巴斯罗纳蝉联联赛冠军 那个出现在冠军庆典中的梅西 依旧是个腼腆的孩子 只不过他已经拥有了其他同龄人 不敢想象的荣誉和喝彩 在俱乐部取得辉煌的梅西 很快得到了国家队的征兆 2005年8月17日 他在对匈牙利队的友谊赛当中 首次为国家队出场 可惜他出场还不到一分钟 因为走击对方球员 被主宰犯出示红牌罚出场外 但是尴尬的第一次 却并没有使主教练佩克尔曼 对梅西丧失信任 在随后的试着杯预选赛当中 他为阿根廷队的出现 立下了汉马功劳 试着杯开始了 在预选赛中表现出色的梅西 顺理成章的得到了 随国家队第一次征战大赛的机会 不过有伤在身的梅西 并没有进入阿根廷队的主力名单 直到第二场比赛 比赛的第75分钟 身比19号战袍的梅西 站到了场边 这个19岁的少年 第一次感觉到了世界杯的魅力 球王在看台上欢呼 而激动的阿根廷球迷 更是把梅西的照片和金杯放在一起 彰显了他们对阿根廷足球 未来的期待 仅仅15分钟的时间 梅西的表现令人信服 他恭敬一球 阿根廷队6比0 狂扫赛黑 提前取得了小组出现权 在世界杯的历史上 第一次留下了金铜梅西的名字 赛后 就连球王马拉多纳也在高呼 他就是我的接班人 可惜阿根廷队在本届杯赛中 依然没能走到最后 梅西在对墨西哥队的淘汰赛中 恭敬一球 却被误判为越位在先 而在4分1决赛对阵德国队的比赛中 梅西没有出场 阿根廷队被淘汰出局 而那天正是梅西19岁的生日 没有最好的生日礼物 但梅西却不必太多遗憾 毕竟试着杯的经历无比珍贵 他年轻依旧来日方长 梅西曾经自己说过 巴塞罗那是我心中的家园 的确从神童到巨星 他的一切美好回忆 都与这座城市有关 2006到07赛季 试着杯归来后的梅西显得更加成熟 他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了 这座城市的偶像和象征 但梅西自己依然很谦虚 他总是在强调 从来我都是球场上最小的一个 从替补齐到主力位置 从伤病到复出 不知不觉当中 梅西已经随巴塞罗那在联赛中 出场超过50次 轻盈快速和巧妙 依旧是梅西的标志 而组织助攻和进球 当然也会接踵而至 06到07赛季 尽管曾经因伤缺席赛场三个月之久 但梅西在联赛中的进球数 依然达到了14个 这是他在职业生涯以来的最高峰 如今在每一个诺坎普球场的比赛日 这里的球迷总是像呼唤罗纳尔迪尼奥一样 齐声高喊梅西的名字 他已经被球迷视作巨星 也可早已冉冉升起 正在散放光芒的巨星 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尽管梅西始终不敢承受 马拉多纳接班人的威名 但他却在06到07赛季中 有意无意地两次复制了球王最出名的作品 第一次是对西雷亚人比赛中的上帝之手 而第二次则是在与赫塔贝比赛中的连过五人 虽然最终在06到07赛季 巴萨没有能够成功未免联赛冠军 梅西也没有能够取得更辉煌的个人荣誉 这个赛季对他来说未免有些遗憾 但是他依然凭借出色的表现 被称作是足球世界中一个非凡的现象级球员 20岁的他还有很大的潜力 充分的时间和空间 来证明他对巴塞罗那无尽的热爱和感激 几乎与此同时 梅西也总被看作是阿根廷足球新一代的旗帜性人物 尽管在阿根廷国家队他从来没有穿上过10号球衣 但是几乎所有的阿根廷球迷都喜欢称他是阿根廷的新10号 在2007年的美洲杯当中 这是梅西第二次参加世界大赛 他也希望为阿根廷队结束14年没有大赛冠军的尴尬历史 在小组赛当中阿根廷队所向披靡 梅西虽然没有进球 但他奉献了多次助攻 帮助阿根廷队轻松出现 而在淘汰赛 对阵毕鲁和墨西哥队的比赛当中 梅西连续进球 把阿根廷队送进了最后与巴西队的美洲杯决赛 与巴西队决战美洲之巅 是梅西一直以来最渴望的 他也将直接面对巴西队的金筒罗比尼奥的挑战 当然 这也是他了却2007年没有冠军的遗憾 最后的机会 可惜阿根廷队0比3赋予老对手巴西队 对于一直表现出色的梅西 他等手让出的除了冠军奖杯 也许还有最佳球员的荣誉 07年就这样过去了 没有05年的飞黄 也没有06年的成功 但对于梅西 一个20岁的孩子 一个成长中的巨星 也许在通往巨星的道路上 会依旧荆棘满地 但他的未来 却迟早会布满灿烂的烟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